謝謝各位今天的麗麟 我趕快時間留下 我想有很多心理的話要跟各位說 首先來 我還是簡單一分鐘自我介紹 我叫做鄭東吉 出生在彰化縣二水鄉 現在是台中市民 然後從民國一百年到現在 下一個小的決心要推廣古典音樂 所以十三年來已經推廣了 像這樣的三百場以上的島民音樂會 那今天在這邊是特別的 因緣集會因為我們這邊 那個主人家就是 陳群帆陳大廚 他的 他的令尊大的就是 我們的中華進攻的董事長 陳錦福陳董事長 各位他知道我很喜歡古典音樂 很喜歡推動這個活動 所以凱然的答應我 在這邊我們每年至少有兩場像這樣的 島民音樂會 那這邊的情況是這樣 所有的費用我自己都沒有拿一毛錢的 我是義務演出的 音樂家的演出費用 都是我們中華進攻的陳董事長 熱情贊助的 我們這邊有2024年的第一場 島民音樂會 我已經跟他們兩個情商好了 明年的第一場上半年的演出 希望他們兩個人 再去找一位小提琴家 所以就組成了鋼琴三重奏 色彩更繽紛的活動 我們好好期待好嗎 好 來 跟大家說 三個字就好 跟大家說 我願意 好不好 明年的聖誕年 你看喔 我這個人做事 我告訴你喔 我一年喔 最高要有20場的島民音樂會 下禮拜日早上 我就要回五彰化縣的二水箱 在成熟的稻穗旁邊 血液四重做在那邊演出 知道懂我意思嗎 我一年有20幾場 所以我如果沒有好好的規劃 手忙腳亂了 所以我今天就跟他們講了喔 如果明年實現 你就會印證我的美妙規劃 今年就跟他們講了 再找一個小提琴家 我們找好曲目來分享 鋼琴三重奏是美 好 再來 今年的9月8號 小弟我在台中市成立了 2014年我成立了 台中市美意三重奏團 我當團長 我像我團裡面有三位音樂家 也都是他們兩個小名音樂班的學姐 三個人都在美國伊利諾大學 拿到鋼琴博士 小弟琴博士 跟大提琴博士 所以我們組成了一個團體 叫做台中市美意三重奏團 今年剛好是創團十週年 所以我帶他們全省巡迴演出 的第一場就在我們的巴比松 9月8號在巴比松 再來台中 台南高雄 如果還有人邀威 台北也可以去 華人伊朗也可以去 所以我們9月8號 記住喔 9月8號一樣都是星期日的下午 兩點半到四點半 來聽我們三重奏的演出 而且這三重奏的兩首曲子 是台灣所演的 為什麼 因為我聽到西北流氏的鋼琴三重奏很美 結果竟然台灣找不到譜 網路也沒有辦法下山 還好我大哥的大女兒叫鄭喬文 以前是原理國小畢業的 現在在美國的伊斯曼大學 當專任的鋼琴教授 他跟我講他們學校的圖書館 是全世界資料最豐富的 結果由他那邊找了 傳給我 把他印出來才有這個譜 所以歡迎各位 9月8號來聽我們 台中市美意三重奏 由我當團長的兩首 西北流氏的鋼琴三重奏也都很美 我大學畢業就到歐洲自治旅遊三個月 最重要就是要去為了要拜訪西北流氏的故鄉芬蘭 那我今天講的太多話了 我們有請我們的鋼琴家跟我們分享一下 兩位伊列家跟我們說一些話 來我們蔡老師 蔡老師來 來來來 蔡老師來 不要退市儀 四個合作一下這個溫馨的這個溫子明笑的時間 這個正義師好像沒有特別跟我說 要跟大家分享 哇這個完全沒有準備 什麼都沒有準備這個我就覺得好美 因為這次行因為會其實 真的是很久以前就鄭義師就規劃 而且就是因為跟大提琴家就是他們他有很多排練 所以我們那個檔池其實有一直在改時間 然後一直延到就是現在5月可能本來好像3月吧 改了三四次 改了很多次然後好不容易退鏡下來了 真的很開心就是就能在這裡等這麼多位 就是可愛的大家要分享這個火雜課的音樂 就是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也希望就是下一場的演出跟下一個 另外一個小姐姐家他們也會來 然後偷偷的小小的預告 現在就是我10月6號在園野一定有獨奏會 希望大家可以可以來參加 好來上一位上一位 大家也要為他今天的大提琴演出覺得讚嘆連連 很開心就是建議師邀請我來 補奏這個德伯達克的大提琴石鬥曲 他其實因為出社會之後啊很少有機會 第一次就是可以再重新拿石鬥曲降服的曲式這樣子 所以那 那 我還沒有準備 太累了 剛剛鎮宜師就是有問說 那你這樣子 要把 把這個石鬥曲變熟的話 你是不是要花兩個小時 我說大概兩百個小時都沒有 那我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演出 那也期待下一次更正式的合作 謝謝 他們兩個講的還不夠啦 要請入他們家的後勤總司令 林醫師請你覺得你當了20幾年的後勤總司令的感想嗎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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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大家有沒有睡著 沒有 沒有睡著對不對 那我們替我們自己拍拍掃 其實要欣賞我們目前音樂實在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大家能夠很專心的能夠聽這一次的導演 所以要先替自己鼓掌一下 這一次跟我一樣是醫生 但是我替自己騙人 他的認識是雪糕的認識 他不只說醫生當得好 我們每次禮拜天早上去到 去到 比如說 那個進修東路 要去遠國醫院 或者說 或者說 要去 去 告呼球 去練習場的時候 結果他家的時候 都塞車 為什麼塞車 他變得太多了 為什麼我塞車 所以他變得很多 所以他的工作量也很大 但他有 不可以花那麼那麼多的時間 那麼多的精神 去 去來 推廣我們古典音樂 所以實在是令人家 敬佩 他說 一首曲子 要導演要聽 一百遍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曲子 譬如說 我們一小時好了 那叫一百個小時 才有辦法去導演 這場的音樂會 他導演不是用聽而已 他必須要很仔細去聽 而要仔細去分析 分析這個曲子 所以Sonata的曲子 說實在 我以前念過樂理會 我會有聽多 聽到說 什麼叫城市部 什麼叫發展部 什麼在線部 什麼叫擴大 但是那時候 念就算了 但是 從他這樣精闢的 能夠導演說 我們 奏明曲的曲子 其實對 古典音樂的欣賞 是很有幫助的 像 三次在原生醫院 聽 出發展的 遵運動 以前也聽過 但是聽過就聽過 但是他經過 他導演過後 回去再聽說 完全不一樣 所以真的很謝謝 鄭醫師 能夠那麼用心的 能夠推廣 古典音樂 真的是令人的佩服 另外就是 很感謝 陳先生 陳同事長 能夠提供 那麼好的一個場地 讓我們來 演出 讓我們來欣賞 古典音樂 謝謝 再來 蔡佳君的 您請總是 您可以上來講一下吧 蔡佳君的蔡醫師 首先 非常謝謝我們 鄭醫師 他平常 當醫生的時候 還非常忙 還有這麼多時間 熱心奉獻給我們的古典音樂 而且他這種是完全無私 完全無醜的這種精神 讓我們真的是非常感動 像我們自己本身也是當醫生 覺得說 平常這麼忙碌 這麼辛苦的時候 還有辦法付出這麼多的心力 在古典音樂上面 這是我們最感動的 當然 他的那個 我們 我們鄭醫師 他用全心的筹劃 讓我們今天 所有的這個 倒鈴 然後讓我們 其實非常清楚 讓我們 對這個 音樂 更進一步的認識 這是我們 特別感謝的 另外 我們也特別感謝 我們巴比聰 陳董事長 跟那個 陳先生 專門 對我們的付出 讓我們有這麼棒的場所 可以 讓大家可以來欣賞古典音樂 那我們 我們對小孩子的付出 當然 這是 這是 我們自己的部分 但是 也是特別感謝大家 今天能夠播放來 來聆聽這個 這一場的音樂會 好 謝謝大家 感謝 謝謝 再來 五分鐘五分鐘 請問各位在座了 你覺得 有沒有什麼 心情感動要跟我分享 你不要客氣好嗎 我看到原郭的郭院長 我在講 他一直跟我點頭 我非常有信心 請郭院長你跟我們 分享一下 因為很重要 我在講的時候 他一直點頭 一直點頭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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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這讓我們鼓勵一下 這一次 兩位音樂家 我那個 其實今天那個 上半場就聽得很 因為我其實那個古典音樂實在是很不太熟 但我記得好像 你剛才兩次 德國捷克 德國達克 我知道 我聽不懂 喔 德國跟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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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捷克嗎 對不對 德國達克是捷克嗎 對 那我就這樣 喔 德國捷克 我把這個 這麼不熟悉的 古典音樂 透過他們來 來這個前世 我就聽得 還蠻 蠻有感覺的 所以我以後 我以後碰到這個 德國捷克 我一定會 很認真的聽他 啊 確實 也是 很感動啦 那 那 其實 因為 古典音樂 就對我們來講 算是很不熟悉 都打球 知道我們是熟悉 可是 可以不讓他變得這麼永續 我覺得也是 超開心的 然後 然後看到這個 兩位那個 我們在地的那個 鋼琴家 那個 還有這個 大體軍家 那你 拉得這麼 會 會 我們在底下聽 其實很有感覺 喔 還可以拉得 那個 啊你爸爸的我聽過啦 啊你兩個 你爸爸我聽過 欸 你比你爸爸 高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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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厲害 謝謝 謝謝 很高興 謝謝 謝謝 希望那個 明年可以聽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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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一點心意 那來 來來 來 會想要送你的 來 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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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就好 來來來來來代表 好來來來來來來 謝謝謝謝謝謝 在座要遠從台中專門來的 台中的朋友你跟我們分享一下不要客氣好嗎 台中的舉手一下 來前面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今天有什麼動機讓你從台中跑來園園 台中台中來一下 要不要 比較客氣啊 你也是從台中來的你的朋友嗎 來來來來來回想一下 來來來來來拍拍手 從台中還是哪裡來的 台中 我是原明人 大家好 我是原明人 那我在台中演出了將近二三十年 那因為我姐姐本身她喜歡古典音樂 那隨著她的喜歡然後介紹我來聽鄧醫師的老名音樂會 好緊張 慢慢接觸了好幾場以後 越來越喜歡鄧醫師的這種討論方式 讓我們用很輕鬆的方式去欣賞前院 讓我們漸漸的喜歡上鄧醫師的每一場音樂會 只要我一有空的話 我都會來參加 謝謝 好 好棒 好啦 來 我再來一下 我們要喊一個口號就好 我每一場一定會 一定會喊這個最後的口號 不困難啊 你隨著我喊 好 後晚會有請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謝謝各位